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本跟香港都有了新形態的流浪方式 我们请我们的记者小诸位 我们说明一下 在日本跟香港 现在又有哪些新的流浪的模式出现 OK 那日本的部分呢 有所谓的这个网咖难民 那他们就是 因为他们住不起房子 然后也 他们平常的这个 打工手用的钱都花在这个 吃喝拉沙上面 所以他们就是宁愿选择说 这个网咖 因为日本的网咖 他们的消费模式跟台湾 其实是差不多 一个小时二三十块 那一个晚上下来 也不过三百多块 他们还算有能力去负担 这样的一笔金额 那另外日本有个现象 就是他们的这个 街友有 就是女性有增多的趋势 那单身的那个女性里面 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 是穷人 那他们的生活模式 就是每天拖着行李 然后在超市里面 待到晚上去网咖过夜 也是这个网咖难民 所以其实网咖难民里面 这个女性的比例 其实占的也不低 那这个就是 你说她是街友嘛 其实归类上 好像也不是那么进来 可是他们就真的是 社会底层的人 那香港的这个部分呢 则是有卖难民 那这个卖就是卖党的卖 那他们是因为 香港他们的这个人口老化 然后房价比较高 那状况其实也是跟台湾差不多 然后工资也是停滞不涨的状况 所以是整个大环境下 他们住不起房子 所以他们的暂时居住 变成一个常态 那香港的麦当劳 有一点还蛮值得提的是 他们有发表过一个声明 就是他们说 欢迎社会上的任何人 任何时间到他们的餐厅 整个社会对于这个街友 对于我们弱势的穷人 的一个友善的状态 那其实我个人是 还算蛮认同一句话的 就是弱势不是一种族群 而是一种状态 所以每个人都有机会 可能成为像我们必须 要去往他住一晚 或是买到住一晚这样的人 世界各国发生的状况 虽然不同 但台湾现在也跟全世界一样 面临到很多经济包括GDP出口数字的衰落的冲击 所以我想问一下Conny 你在社会上也工作一两年 你实际看到你觉得台湾现在的经济状况 跟很多的情况 是不是会也会让所谓的街友 跟游民的人数会有增加的情形 说实话虽然我现在是不喜欢街友的 但是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保证说 会不会有一天我自己也会沦为街友 毕竟对于我们年轻的一代来说 现在台湾正在面临的非常严峻的挑战 那房价这么高 然后我们居住 我们赚的钱跟我们能够买的房 其实是不成正比的 所以也许我们现在可以过得去 但是谁知道 可能事事变化 事事难料 也许哪一天我们可能会成为这些街友 那所以对于我们居民来说 这同样是非常矛盾的 因为我们会担心 有一天我们会成为街友 所以如果哪一天我们成为街友 我们一定希望周遭的人可以善待我们 甚至可以理解我们 那所以其实我们很矛盾 但是我可以说 因为我们是这边的居民 那我们跟这些街友相处过 所以如果有一天 我们真的不小心也成为街友的话 我想我可以保证 我们会尽量不要造成当地居民的困扰 至少在卫生整洁上面 我们会做好 但是我说真的 连我自己都没办法把握未来 所以盲草金协会在这一两年成立之后 你们实际看到台湾街友的演变趋势 是怎么样子的状况 你觉得政府有政策 可以解决这个比较本源性的产生原因这一块吗 台湾街友的成因跟国外其实都差不多 我觉得大概我们会通常会分三个层次来讨论 第一个就是结构性因素 就是举凡经济不景气造成的失业问题 或者是像都更 或者是福利的缺口 对那这些其实都是可能造成 街友产生的原因 那再下来一个层次 就是支持系统的问题 它比较是中层次的一个成因 比方就是说 它可能个人的家庭因素 或者是它自己的人脉的经营是不是合适 还是说它在落难的时候 它把自己人脉都耗尽了 所以它变成一个四面楚歌 完全得不到援助的情况 那再下一个层次就是个人 就是可能它因应挫折的方式 就是造就一些不好的习惯 可能它透过喝酒 或者是用物质滥用的方式来逃避 所以其实大概不外乎是这三个层次 那我想台湾的政府 在去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 很可惜就是 好像大部分的承办人员 或者是我们的政策拧定的一个意识形态 都是比较把游民的成因定位 再是个人因素 我们的感觉 那所以它并不会很大刀阔斧的 从政策面来去彻底的解决 台湾对于游民的 其实不是不止游民 台湾的整个社会福利的意识形态 就是残捕式 也就是简单讲的 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所以其实在游民的处理上 政府永远大概就是 先做到不被民众诟病 就是不要有人饿死 冬天不要有人冷死 所以我们很多的 街友的一些措施还是停留在 比方说低温开闭寒锁 然后补助一些民间单位提供物资热食等等 那台北市算是已经 在台湾来讲 已经算是游民的服务 面向已经比较广 然后尽量是再做到完善 因为至少台北市跟新北 目前大概就是有一个 比较优于全国的 就是在医疗保健的部分 就是皆有在就医上 他们其实可以凭借的挂账单 到公立医院去 他可以完成医疗程序 拿到药 他不用付费 然后医院只要把挂账单收下来 到时候跟社会局勤款 所以其实在医疗的部分 台北市跟新北市都是算做得很好的 那台北市另外自己有收容床位 也有补助民间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觉得相较于国外 台湾的政府在住的部分 真的是比较少做的一块 就是在住宅的部分 那我们目前在住的部分的问题解决 除了大概提供各种 就是可能短期或中期的 shorter的庇护所之外 其实没有在更多的规划 那基本上 针对游民的租屋补助 他也没有另外的规划 他大概就是跟一般民众一样 你就是可以去 做一个经济资产调查 然后符合条件的 你就可以去申请租屋补助 可是其实偏偏在申请福利这一块 很多游民还会因为他居无定所的这个状态 会变成他去申请福利的一个阻碍 简单讲大概就是两个 一个是户籍的限制 然后一个就是他的户籍地跟所谓的亲属责任 就是很好玩 就是国外他们在游民政策上是housing first 就是以优先提供 先让你有地方可以进住 可是台湾是home first 什么叫home 我自己觉得什么叫home first 就是说当你有一个游民通报出来的时候 我第一件事我先找家属 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他不是在我这里设计的 比方说你人在我台北市 可是你户籍是在假设他台南 那我就想要把你送回去 就是让你到台南去接受协助 台北市已经算很好 因为台北市他们的资源也比较多 所以他们其实对于外线市的街友 其实包容度比较大 可是反观外线市 有些就真的没有办法做到 这个我稍稍补充一下 就是让你拥有一个稳定的户籍地 可能一般民众就想说 那这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吗 可是在日本遇到的问题 就是当街友或者你曾经短时间失业 然后找不到居住的地方 你想要重返社会 你会遇到一个问题是你的履历上面 除了手机以外你要写地址 通言地址 对 那这个地址就产生问题了 就是比如说宇田川两旁 有很多帆布搭乘的居住所 你不能写那边 或是你一写了 人家就看出来你现在是个街友 那不会把工作给你 所以在这个部分 Housing first为什么在成为美国 第一个时间大家觉得 福利政策或是街友政策 一个相对的进步是 以前大部分人都觉得 先解决你自己的问题 你给我梳洗肝剂 你给我解决精神问题 解决用药问题 解决财物问题之后 然后我让你排队进驻我的 shelter 或者也许可以给你三个月 然后规定你要再离开 那可是新的概念是 我先让你有地方住 然后你就有一个固定的地方 可以改变你的造型 改变你的身体状况 改变你其他我们刚刚讲过 也许用药或是精神问题 疾病问题等等等等 然后你有更高的机会重返社会 也降低相关的犯罪率 所以两者之间一比 这个Housing first之所以 最近变成大家讨论的目的 是因为先解决个人问题 或是先解决居无定所问题 现在成为一个讨论的重点 那这个部分就要再请教秘书长 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个现在都是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之外 政府除了Housing也就是提供 能够居住的地方之外 还有什么政策可以用比较高的这个方式 来解决台湾的街友问题 我觉得政策还是很值得 就是住的问题还是很值得讨论 因为台湾政府真的做太少 那我觉得可以从几个层面 就是说第一个 可能先想办法针对目前还不愿意 就是进入到收容系统的这些对象 看能不能再提 就是想办法再设计一些 比方说最小管理 或者是他其实是较为友善的空间 然后让他们 其实就像大家应该看过一部电影 叫做那个当幸福来敲门 就是电影里面有一个教会办的机构 对 他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讲一日行机构 他就是其实就是只要时间到 他过去排队 然后入住一晚 第二天就收拾东西离开 那基本上他在这样的一个居住环境里面 过一个晚上 他不需要留下那么多的个资 他也不需要 还一定要经过身体健康检查 那么多的门槛 所以其实相较来讲 这样的限制少的一个居住形态 其实有可能是大多数街友 其实还能够接受的一个形态 那我觉得针对这些还没有意识到要进到自立阶段的这些 可能大家觉得比较头痛的 或许我们可以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 至少让他收纳到建筑物里面去 不会造成这么大的一个视觉冲击 那另外再更多积极性的做法的话 我觉得政府目前在规划社会住宅的部分 其实也可以为街头上的这群朋友多想一点 因为目前虽然社会住宅他们有保留10%的弱势入住的比例 可是事实上大家都知道10%你跟现在的所谓的社会福利人口 也就是说列车的低收入户 或者是有声音障在手册的身上朋友等等 其实光是这些人就够了 那更不可能轮得到街友 所以我们政策面真的政府还有很多必须要改进的部分 但是民间机构其实也一直在努力 试着从各个角度来解决问题 休息之后我们回来会再听听马好新协会 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街友再度融入社会 甚至不会成为人们觉得 这个人怎么对社会没有任何的贡献 还是有解决方法的 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到现场